陳小姐可不可以請妳告訴我們一下您的家庭史中風的經過 我的家庭大概我的母親從年54歲的時候就因為中風 然後因為她自己懂得怎麼樣去復健很認真的復健 所以我媽媽一直就恢復得非常的快 我媽媽也現在已經到91歲 可是她行走是很OK的 然後我的弟弟應該可能也是因為遺傳 在45歲的時候因為工作的就是隨便的吃 生活作息不就是生活的作息不是很OK 所以她在45歲的時候就一個就中風了 然後中風以後就是因為腦幹出血 所以一直躺臥 就是在這個倫理上就做了17年 那在今年的3月 因為一個外勞就看護照顧不是很好的情況下 站起來的時候就疊下 就頭腦頭就撞擊頭骨破裂 於是4月1號就是整個不到12個小時就過世了 你剛剛就跟我講說她是非常好的 她只是站起來要上廁所 是她一直在這17年以來一直是一個 養護所一個很好的幫助 因為她身體很健康很年輕這種狀況 但是她身體一向每一個部門都很好很健康 就除了不能行走 講話不是很清楚以外 她一直是很好 那就是因為在一個上廁所 那站起來要擦PT的時候 一個不留神她的腳軟就這樣跌倒 然後就頭腦受到撞擊 那那時候看護在哪裡 嗯 看護因為離開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幾秒鐘 她只是去拿個衛生紙 所以她旁邊附近拿個衛生紙 所以也許最好的方法就是讓她再坐回去 是 沒有錯 後來我們也因為這個事 我們跟養護所有一個這樣的建議 說因為弟弟這樣子 就一個不小心就造成這麼大一個疏忽 就這樣一個人命 那我們希望說以後 譬如說她現在不要讓她站起來 衛生紙不一樣 你可以讓她先坐著等 就是因為只這樣站著 我看不到一分鐘吧 就這樣跌了 就跌了以後頭腦就頭腦破裂 所以就表示看護一個中風的病人 是一分一秒都不能舒服的 是 是 是 都要在人的照顧 總是你是躺著也是要常常去看她 因為我弟弟也發現很多 因為躺過在養護裡面 她躺過可是人家沒有注意 就因為她的一個呼吸宗旨 竟然養護人也沒發現 那可不可以談一下您自己的這個高血壓 是不是有遺傳到 我應該是也有這樣的 因為我一直很害怕 我的家屎有這樣的一個遺傳 所以我一直對我自己是有一個警惕的 可是也是在我大概五十幾歲的時候 我也發現我的血壓超過一百四十多 就一百四十幾 那我觀察了三個月 後來我就開始吃血壓藥 醫生就建議說那既然一直沒有掉下來 那就吃 提早的先讓她不要再去惡化這樣子 所以我也吃了幾年 大概吃了幾年 五六年跑不掉 但是我在大概兩三年前 就因為醫生的 我每次都有做一個檢查 就發現我的血壓很好 那醫生就建議說 那是否可以停掉我科藥 所以我是這樣子慢慢的 我曾經吃過是兩顆完整的藥 後來就改成各半顆 後來又改成少掉一顆 那只剩一顆 然後一顆又變成半顆 那我現在是完全停藥 那這中間是經過三年 經過大概 在後面的停藥完全停 比較去嘗試她那個停藥 大概有一年的時間 所以妳停了一年的藥了 不是 大概有一年的時間 我是 開始剪藥 開始一直剪 就是慢慢的剪 但是我現在 雖然我沒吃血壓藥 可是我發現我的血壓還是很美 所謂的很美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就是很穩定 是多少 大概一百一十幾 那低的血壓是多少 舒張壓 低的血壓大概是 八十左右 七八十左右 所以一百一一跟七八十左右 就是在這中間 而且好像沒有很大的 沒有什麼差距那麼大 所以您剛剛講說 你本來吃什麼藥或者換藥 是怎麼一個回事 我第一次的時候 我是只吃一顆賣憂 那那個賣憂吃的時候 它使我好像有一點 心跳加快 那我也不懂 那我也不懂 我就繼續的吃 但是我到了 有一次在一個家 我家庭醫生 因為感冒或什麼 我去看的時候 他就提起這個問題 那他就建議我說 那你要不要把那顆藥 減半 加另外一顆 叫田脳命的藥 去試試看 結果後來我用這樣的時候 我發現我這個 這邊的跳動 就反慢 所以這藥物對我來講 是他很明顯的 在我身體裡面 有這樣的一個變化 所以賣憂吃了半顆以後 後來有沒有 就停了 後來也把賣憂 在一段時間 我把賣憂也停了 我就吃了一顆的田脳蜜 但是這田脳蜜 它也是在半年前 我又把它 因為醫生的建議 我就減半 我又減半 因為一顆田脳蜜 其實它也很小 我又減半 那減半我又 我發現我吃的那顆藥 跟半顆藥 我的血藥是一樣的 後來我就想 那我可以停 就吃了一半 但是我在大概 兩個月多前 我又把這半顆也停了 但是停下來以後 我發現我的血壓 也一直是很正常的 那請問你這個減半跟停藥 這個決定是您自己 跟醫生建議 還是醫生看到你的這個結果 跟你的做建議 是醫生的建議 是是是 因為我們隔三個月都會回診 那醫生就在這三個月的時候 他發現 哎 你現在只吃半顆 你的血壓還是 就是一直這樣子 你要不要嘗試也簡單 是是是 好的 謝謝您 謝謝你 謝謝 謝謝